两行高阶会谈南北韩互换代表团名单 南北韩双方今天互相通报出席6月1日两行高阶会谈的代表团名单 南韩政府期待双方透过这次会谈更迅速 有系统的落实南北韩领袖4月27日签署的板门店宣言 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统一部表示 南韩向北韩通报两行高阶会谈与会者名单 代表团由统一部长兆明均担任首席代表 包括国土交通部第两次官 副部长 金正列 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两次官卢泰纲 统一部统一政策市长金南中和国务总理事审议官安文显 因 北韩今天也向南韩通报与会代表团名单 内容与15日北韩通报的内容一致 北韩代表团由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铁道省富湘金润及体育省富湘元及语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浦永一 民族经济合作委员会副委员长浦明哲五人组成 值得一提的是南韩国土交通部次官金正列和北韩铁道省富湘金润及将与会 双方可能就嫌接并升级改造东西海岸跨越军事分界线的铁路及公路项目等经济合作进行讨论 将会取得合众进展备受关注 报道说 在这次两韩高阶会谈上 双方有望旧商讨离散家属团聚问题的红十字会会谈 讨论南北韩共同参加八月亚运会的体育会谈 南北韩将军级军事会谈等具体日程进行磋商 并讨论合办615宣言纪念活动 在开城设立联络事务所等事宜 两韩高阶会谈原定本月16日举行 但北韩于当天凌晨以韩美进行大雷霆联合军演未游 片面取消会谈 之后 南韩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于26日在板门店统一阁举行第二次高峰会 商定6月1日举行两韩高阶会谈